《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29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2139期 今天呢正逢中国呢是传统的中秋节 那么祝各位呢中秋节快乐 我本人呢是从来不过中秋节的 那么我节目的老听众 以及买过我书的读者呢都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主要说在我当年我被共产党抓起来 在监狱里面在中秋节那天 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痛苦的回忆 所以说中秋节这一天呢永远呢 是我一个痛苦的一个记号 因此呢我从来不去过 但不妨碍呢大家去过 所以呢仍然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谈什么呢 谈的是习近平为什么这次押运会 他把这个叙利亚魔头 也就是这个柜子手啊 阿萨德把他奉为上兵 习近平为什么他执政十几年来了 他把他自己大好的业绩就是越搞越差 他接受胡锦涛的事业的时候 可以讲是中国改革开放到顶峰 WTO中国加入以后 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 也达到可以讲是最高峰 就是中共建政以来的最高峰 而习近平接受这十几年的成绩 可以讲叫不断的叫内外交困 所有内外交困的这个原因 都来自于他自己的急功近利 他本人的两面三刀和他翻手为云 覆手为语 我举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他2016年 他还在他第一个任期时候 他那时候对房地产就只是说房住不炒嘛 就是房子我们拿过来是住的 我们不要炒 那么不炒不炒中国的这个房地产 最终到什么地步呢 现在中国已经建成的已经登记好的住房 就有十一套 十一套够多少人住啊 一套房住三个人嘛 就够三十亿人住啊 这个房子不炒不炒已经到了嘛 到了翻番的地步 根本就中国人住不了啊 但是房子还在盖啊 能够买房的人能有多少呢 就是登记在个人名下 你重复登记的不算 我们就算你一个人 你登记在你的名下有这么一套房 在全国来统计的话 那都不到一亿人 那也就是有购房能力的人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 跟你能提供的房子和他的这个购买之间 他这个比例是一比十的这个概率啊 那么也就是说房子过程到什么地步呢 那么不炒不炒房子已经过程到这个地步 他难道不是中共政府 他房地产大跃进的政策错误了吗 不是各地政府都把土地作为财政主要来源 甚至是最大来源这种政策 错误的政策导致吗 谁应该为这些错误的政策来负责呢 没有一个共产党的政府 共产党的领导人会为这些错误政策买单的 所有的这些责任都不是他们的 中共一直就是有这么一个野蛮的逻辑的嘛 领袖永远是正确的伟光正嘛 也就是领袖他什么时候的指示 他都是正确的 关键是你们下面没有执行好 是你们执行错了 你们把路线执行歪了 当然就出差错了 如果你去检查对照所有执行的路线没错啊 你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呢 没有丝毫偏差 如果是执行没有错的话 那就一定是出了坏人了嘛 是一颗牢畜屎坏了一锅粥嘛 现在房地产所有出现的各种问题 这个里面的这个坏人 这个里面的牢畜屎不就是许家印吗 所以许家印这个牢畜屎坏了中国房地产大业的这一锅粥 现在呢把许家印这个坏人一抓起来 把他抓起来清算就行了啊 至于那些烂尾楼业主你哭死了 你只能去骂许家印嘛 党和政府是没错的 责任只是许家印的 许家印一抓 可以讲最大受伤害的 就是那些已经付了钱的 那些烂尾楼根本没有盖的 这些业主他们怎么办 因为他们买楼的时候 当时是跟银行签订的个人合同啊 不管这个楼盖了没盖 他的首付款已经交掉了 他每个月的按揭款已经付掉了 有的烂尾楼都烂了十年以上 也就是你至少已经交了十年的按揭共管 同时你还交了首付 现在你买的那个房子地下就是一片草 许家印再一抓就更没有任何人来建这个楼了 所以说这些人的问题谁来管 政府会管吗 政府就跟你们讲去找许家印吧 所以说这就是呢 中国现在所有大大小小的责任 他们通通会找出一个背锅的 共产党才不会给你负责任 领袖更不会给你负责任 习近平二十大搞了连任以后 重新组建了他自己最信任的 他自己最新的班子 这个班子里面可以讲所有副国级以上的成员 都是他清点到位的 没有一个人不是他信任的 但是这才刚刚上任几天啊 外交部部长秦刚 国防部部长李尚福 这才提拔了几个月就出事了 责任你能说是习近平这个党的总书记 最高领导人用人不差吗 带兵提拔吗 都是这些坏人隐瞒组织吗 在本次国庆招待会上面 你可以看所有副国级以上领导全部出现了 包括张又霞也出现了 所以张又霞肯定是平安的 但是两个国务委员 也就是秦刚和李尚福都是缺席的 这不就再明显不过了吗 李尚福百分之百跟秦刚一样是出事了嘛 但是出事了 中共的这个国防部呢 他仍然是否认的 所以在中国就有非常非常大的怪事啊 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 你问他外交部部长在哪里 他说我不清楚 中国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 你问他国防部长在哪里 他说他不清楚 你谈到的情况我不了解 就是秦刚目前人在哪里 就是你有这方面的消息吗 谢谢 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你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 都不知道部长在哪里 你当的什么新闻发言人呢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中国的这个怪象 我不知道哪一天 习近平是不是不知道 彭丽媛现在在哪里呢 所以说呢 习近平也不一定了解彭丽媛的情况 动不动就是说 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 不了解国防部长的情况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说不了解外交部部长的情况 我看习近平有一天 也不了解彭丽媛的情况 不就这么简单吗 这就是中国的现场 这就是习近平治理的水平 中国开的杭州押韵会 除了烧钱之外 没有任何人让别人知道 这个杭州押韵会有什么业绩 但是非常引人瞩目的是 中共高调接待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夫妇 中共是派民航专机专门飞到叙利亚 很多人都不理解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就是叙利亚是被美国制裁的 而叙利亚总统的座机 他是不可以跨越很多国家的领空 人家对他都是限制和制裁嘛 不允许你的飞机飞入我们的领空嘛 那么这个阿萨德的飞机要往哪飞呢 它从公海上飞 它在公海上飞被美军飞机把它击落的可能性都有 所以它根本就没条件出国 但是呢中共就是护着它 中共派民航的专机就是中国民航的专机去接它 那美国美军不可能把你中国民航专机把你击落 而所沿途所飞进的国家的领空 也没有哪个国家限制中国民航的航空 所以说呢阿萨德就是用这个办法 用中国民航派专机把他们接到北京来的 把他接到北京 习近平就是找这种烂国家来给他撑场面啊 也就是亚洲的主要国家一个都没来啊 亚洲稍微发达一点的国家也没来 日本啦韩国啦新加坡啦 这种亚洲本身有影响力的经济GDP高涨的国家没有来 连越南柬埔台什么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人家也不来 连习近平的老朋友三胖也没有来 所以习近平你开这个押韵会干什么呢 你不开人家还搞不清楚你究竟有没有朋友 你一开来的都是那些不入流的那些小国穷国的首脑 来跟你伸手要钱的 这种歪挂列招你把他站在这个台上跟你一起亮相 你掉价不掉价呢 但是习近平呢他就是嘛 要通过这次押韵会打造他自己跟阿萨德之间的关系 所以把阿萨德专门请到中国来 杭州领事还专门为这个独裁的屠夫呢 专门打开正门铺红地产迎接 习近平还把跟叙利亚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送了叙利亚一个大礼包 包括经济援助、技术支持和人文交流 最后一路派中国民航的传记再护送他为国 这就是习近平专门要把叙利亚阿萨德这个屠夫呢 要把他突出出来 你突出出来的目的什么呢 不就是联合世界上所有反美的这些邪恶国家 一起共同对付美国吗 所以习近平这个目的呢 是所有人一看就明白的 习近平专门在国际上就是跟美国呢搞对立 表面上要跟美国关系搞缓和 但是在国际上面呢 一定要拿一帮邪恶的兄弟 伊朗啦、叙利亚啦、北韩啦、塔利班啦、俄罗斯啦 就是所有的这些邪恶的国家中共都要跟他们捆绑 然后中共呢就摆出一副老大的样子有钱 用钱支持他们一起对抗美国让美国难过 他的目的就是让美国难过动摇不了美国任何国本 但是呢一边要跟美国这边嘴巴上讲的修好 一边从外围呢去挤兑美国 拉着这些邪恶国家跟美国上对台戏 习近平认为他就是什么第三世界国家中心的老大了啊 可以跟你美国叫板了吗 习近平干这种事呢 他以为呢他就可以树立他大国君王的地位 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人家根本不在乎 你亚人会烧多少钱 你跟阿萨德两人怎么捆绑 说句真话的话 阿萨德跟你习近平没什么区别啊 你们是价值观相同 他用这些生化武器去毒杀他们的人民 你习近平所在中国所造下的对中国人民造下的罪行 哪一样比他阿萨德少呢 你们不过是合并同类相啊 不过呢如果国际社会呢大跌眼镜的是 习近平这次对阿萨德的态度 对叙利亚的这个立场呢 他跟过去呢是来了一百八十多的大爽弯的 因为呢叙利亚阿萨德政府 他是在二零一年被指控呢 他对抗议他的各种民众 在他们国家的内战中呢对人民施以严厉的打压 他被指责犯有战争罪行 如使用毒气、桶装炸弹、酷勋处决百姓 所以他在国际上呢是广泛受到孤立的 因此呢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呢 一直对叙利亚是严厉制裁的 其中二零一七年四月份 习近平是在那次川普刚刚上任以后首次访美 在海湖庄园呢跟川普共进晚餐的时候 川普直接下达了美军空虚西利亚政府军的命令 并且呢川普是在晚宴上直接跟习近平通报了这件事 就告诉他在几分钟之前我下达了命令 对叙利亚政府军呢进行了轰炸 而习近平听到川普这样讲呢 他本身这次来美国的目的就是来讨好川普的 因为川普刚刚上任 习近平要摸清川普跟他自己之间的态度 能跟川普怎么样去相处 所以在晚宴上面川普向习近平通报这件事的时候 当时习近平是站在川普的立场上 马上就回答川普说 既然阿萨德政权连儿童都毒杀 那美国打击肯定没问题的 所以说你看习近平他这个话 他认为阿萨德在他们国家对儿童拼命进行毒杀 所以美军打击没问题 那你习近平在中国你在新疆 你对儿童进行毒杀 你对新疆居民进行毒杀 那美国打击你也应该没问题啊 这不是同样的道理吗 一年以后就是在2018年的4月份 针对美云法联军 因为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 伤害平民事件 对其实施精准打击时 习近平在跟时任英国首相 特雷莎美通话时候 习近平明确告诉特雷莎 他就说任何人在任何地方 基于任何目的只要使用化学武器 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是支持美云联军 对叙利亚进行的打击的 你看习近平的态度 让国际社会是很高兴的 也就是任何人都不能使用化学武器 不能使用对人类有毒害的这种武器 去毒害平民 否则对你打击是完全正义的 是毫不留情的 习近平把这个理论放在别人身上 你看上去是非常非常正义的 但是他自己向全世界释放的武汉病毒呢 这不是化学武器吗 武汉病毒比那个叙利亚的化学武器 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啊 全世界死了几百万人啊 那也就是按照习近平这个逻辑的话 美英联军这时候对习近平进行打击 对中南海进行轰炸剿灭共产党也是正义的 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所以说为什么习近平他总是把理论对准别人 而当他自动理论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他就开始变成了嘛 是反击美帝国主义了呢 所以说习近平他曾经把阿萨德看成是暴君 是屠夫 支持国际社会对其打击 为什么现在他又要跟这个阿萨德这个毒妇名贼交朋友呢 要按照国际场合最高的规格来接待这个规手呢 他这不是人格分裂吗 实际上这是来自于习近平个人个性的两面三刀 他反抵抗美的需要 在当时他在海湖庄园 之所以要跟川普站在一个立场 支持川普打击叙利亚 而中美之间要友好 那时候习近平讲过那么一句话 就是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要证明 我们中美之间是要搞好关系的 那么既然跟美国有一千个理由要搞好关系 对叙利亚这种屠杀 平民屠杀儿童的这种行为 要给予坚决打击 为什么习近平现在变了呢 把柜子车要赢到北京来 赢到中国来呢 对阿萨德夫妇是抱以热烈的掌声 极高的规格还给他送了两个大礼包呢 现在为什么对阿萨德这个态度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呢 那不就是什么 那就是习近平自从美国 从2018年打起贸易战以后跟美国就翻脸了嘛 那有什么一千个理由要搞好关系啊 现在有一千个理由要毁灭中美关系啊 所以说2018年实际上是中美关系的分界点 一是川普对中国实施了贸易战之后 然后呢对中国全面进行嘛 科技战贸易战对中共呢实施战略性打击 第二个习近平到了2018年以后已经动糊涂心思啊 因为2018年已经开过十九大 他本人已经第二次连任了 眼看没有几年就要开二十大 习近平这时候到2018年他想着什么 要去修宪要恢复终身制啊 他要恢复终身制嘛 这时候就要改变过去 他跟美国的这个战略 跟美国就要反美嘛 这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习近平如果要恢复终身制 能够给他终身制找到就是什么 找到执政合法性的借口 就是我学的毛泽东啊 毛泽东不是终身制嘛 所以说习近平他就是呀 要把毛泽东抬出来 在过去习近平一直是杨夕易毛的 先是杨夕易毛后是杨夕易邓 因为习近平刚接受的时候 是不能嘛 不能把毛泽东突出的太高的 他要宣传他习近平 后期呢后期他觉得邓小平的危害的 他后期他要模仿毛泽东了 所以这时候又抬毛易邓 也就是无论他是杨夕易毛 杨夕易邓还是抬毛易邓 都是习近平他当时嘛 政治形势需要 也就是习近平他在他的前期 他刚刚接任的时候 他对毛泽东是压的 为什么压的 说句话 习近平的内心里面是相当厌恶毛泽东 他绝对不是在内心里面喜欢毛泽东 而是他是操傲毛泽东的作业 是学毛泽东的做法来怎么统治人民 内心里面习近平这个家族对毛泽东来讲 就叫做国恨家仇嘛 他高调薛扬毛效法毛 成为毛的继承者 都是为他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来找到他自己的合法性 但是内心里面他对毛泽东是非常痛恨的 这个是源于他自己家庭受到毛泽东的残酷打击和迫害 所接下的家仇国恨嘛 文革结束是毛泽东死了那一年 也就是毛泽东死了以后 然后结束的标志呢是以毛泽东死了一个月以后的 所谓粉碎四人帮10月6号嘛 毛泽东是9月9号死的嘛 10月6号粉碎四人帮以后 就基本上是决定了文革到此结束了 那么四人帮一粉碎以后 几乎所有被毛打到的 所有中国的开国原型政治老人 都希望中央能给自己平反能够官复原职啊 在这一大批中共元老里面积极要求平反的队伍里面 邓小平是最积极的 习中逊当然也不落后了 只是邓家呢他比习家呢有条件 因为邓小平在1975年毛泽东重新启用以后 他全家已经从江西回到北京了 尽管这个76年毛泽东反击又请范安峰 把邓小平再次打倒的时候 并没有把他赶出京城 所以他一直住在北京的 由于他一直住在北京 中共元老之间家里面的各个儿女啊 他们一直有走动 邓小平通告儿女是可以获得一手的信息 可以了解到很多中央的动态的 所以邓小平的机会呢远远要比别人多得多 而习中逊就不同了 习中逊远在河南 洛阳拖拉机厂里面啊 一个几乎是边郊农村的这种小厂 在那个厂里面当个副厂长 京城的各种消息他到哪里知道呢 他完全就是靠什么 靠习近平的老妈和习近平的姐姐 就是齐心带齐乔乔 不断的通过洛阳和北京之间来回上方 来回到北京去找人啊 齐心带着齐乔乔多次往返北京和洛阳 在北京可以讲乔洞都住过 但是呢他们根本在北京就没有机会见到中央的高级领导人 尽管齐心到处带着材料 去找习中心过去的老战友 问题是习中心的老战友要么已经被打倒 就是也面临着要追求平反 或者是那些已经平反了 自己刚刚工作还插不上嘴的人 他们没能力来帮助齐心 把材料交到中央最高领导手上去啊 后来是通过什么 通过一间营家的子女 通过曾庆红家里面的子女 几个人帮助运作追踪齐乔乔 把她父亲齐中心的各种平反资料呢 交到了胡耀邦手上 那么胡耀邦看完了这些资料以后 胡耀邦是亲自接见了齐心和齐乔乔的 然后就告诉齐英 就是习中心的事情 我们一定能抓紧办理 争取能早一点给他平反 胡耀邦讲这个话之后 就把他所有的材料交给了叶剑英交给了华国锋 华国锋亲自批示对习中心给予了平反 因此华国锋亲自签字平反的习中心 当齐心拿到了华主席签字的这个首令的时候 齐心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 他召集所有的子女 那时候呢 就是习中心本人已经被河南省委通知 正在送往北京来的路上 而齐心本人就在北京 召集了所有的子女 包括习袁平 包括习近平 包括齐乔乔 齐安安 全部都在 他对他们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他告诉他们你们都给我记好了 我们要感谢的是华主席 不是感谢毛主席 国仇家恨是毛主席一手制造的冤案 让我们全家16年的蒙冤 你们的父亲是靠在监狱里面吃屎吃尿 装风卖傻才活到今天呢 要不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了私人吧 要不是恩人叶剑英胡耀邦把材料送给华主席 要不是华主席亲自签字平反了你爸爸 而且是安排恢复了他的富国局待遇 你们到哪里有今天你们自己未来的美好前程 所以说这时候习近平他本人还是清华大学的工作命运学员啊 而他父亲一旦平反 他父亲的好友就叫耿彪啊 耿彪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接国防部部长啊 就通过他儿子告诉习近平啊 清华大学一毕业就到国防部来上班 成为国防部长的秘书 也就是耿彪通过这个方法 来表达他自己对老友习仲勋的支持 所以说习近平他一下子就平步轻云了 他从清华大学毕业以后直接就分辨到国防部 在部队里面去担任秘书 然后通过他父亲的运作 先在河北郑定县担任县委书记 再通过福建省委书记向南把他调到福州去 最终他在福建一步一步成长 才有福建到浙江浙江到上海上海到中央 最终习近平获得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啊 所以整个习近平上乘的脉络都跟他父亲平反有绝对关系 而他父亲的平反 他母亲在自己这个加训这个会议上已经明确说要感谢华主席 但是呢不感谢毛主席 因为加仇国康是毛主席 让你父亲蒙冤 蒙冤十六年 你父亲靠中风卖傻 靠知识吃尿才活到今天呢 所以对毛泽东的仇恨 习近平心里面是不会消除的 他母亲那一次的加训会议让他们家里面一改全家多年的冤期 从此扬眉吐息 但是是华主席带来的不是毛主席带来的 所以对毛主席习近平这种心里面的仇恨不会消除的 习近平2012年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 他一直是弱化毛的 在前面几年他从来就不大提毛泽东的什么历史功绩 他第一次到湖南考察时候 根本就没有去祭拜毛泽东的什么故居 在2013年时候 毛泽东当时搞什么120周年诞辰纪念日活动 那么毛泽东120周年这个诞辰纪念日活动 本来最起码是中央级 是非常高的规格 毛泽东的地位在这嘛 但是习近平特意把这个纪念规格放在省一级 跟湖南省委和省政府下就在你们省里面办 并且要求湖南省委在纪念毛泽东120周年的活动中 要做到什么隆重简朴务实 也就是什么 把毛泽东的活动在湖南办掉就算了 曾经有一个方案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面 举办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诞辰的这么演出活动 也通通取消了 但是跟这个行程宪明对比的是什么 2013年10月1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西东逊诞辰纪念纪念活动时候 毛泽东的纪念堂反而要闭馆一天为西东逊的活动让路 就是一个是在省里面办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活动在省里面办 但是伟大领袖主席的爹 他的活动要到人民大会堂办 并且毛主席的这个纪念堂还得闭馆一天 所以说扬习一毛这还不足够明显嘛 那么也就是习近平执政的前几天是不大提毛泽东的 从来都是扬习一毛的 为什么到了2019年习近平又开始追踪毛的脚步 事实都突出毛泽东呢 那都是新的政治需要嘛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嘛 现在利益需要呢 需要把毛泽东重新从神诞上面抬起来 然后扬毛一顿 达到习近平能够恢复终身制 并且什么并且执行毛的路线在中国恢复二次文革 用最左的方式来给习近平控制他自己的政权的需要嘛 2018年发生了最重要的两件大事 因为2017年习近平已经十九大开国 已经呢稳定了他第二个任期 那他要瞄着第三个任期 他就必须要改变宪法 恢复国家主席终身制啊 那2018年通过人大最终由一战书来一手运作 定于一针的习近平获得了修宪 能够确定国家主席可以终身制了 那么恢复终身制 显然是嘛 习近平要把毛泽东抬出来 就是对毛泽东习近平再不喜欢 但是是绝对不能否定毛泽东的 否定毛泽东 那就意味着否定共产党 否定共产党 习近平还怎么成为共产党政权的最高领导人 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合法统治呢 所以说习近平必须要按照毛泽东当年集权的 走毛泽东的老路邪路 对外面要跟美国对抗 对内南要对人民加强控制 所以说呢 习近平这时候就一改一往 这时候开始崇拜毛了 在2019年9月份习近平就陈临带领所有的政治局成员 一起前往北京巷山 膜拜毛泽东当年进入北京前办公居住的地方 到了9月30号 也就是习近平以国庆纪念活动为名 带领所有在京的副国纪以上的大小官员 一起到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前面 习近平亲自向毛泽东的坐向山居宫 然后又去膜拜了毛泽东的遗体 公开释放他挺毛的信号 而且他不断的强调自己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 他以这个毛的继承者来奠定他在党内的这个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 这是指他抬毛 但是抬毛同时要一瞪 为什么要一瞪呢 因为邓小平的儿子跳出来了 邓普方在2018年利用他蝉联名誉主席的这个身份 在蝉联大会上面他发表了自己著名的论断 也就是这些著名论断都是针对习近平的 首先邓普方就明确要说 我们国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分量 大国现在并没有崛起 不要跟美国争霸 我们没有跟美国争霸的本钱 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就是自不量力啊 也就是邓普方要求要知道自己的分量 实际上就是指习近平你不知道自己的分量嘛 人类命运共同体你要有这个本钱 你跟人家美国去玩什么全球战略啊 就是贸易战科技战已经被人家美国人打得必清联统 你不吸取教训吗 这是指邓普方在蝉联会议上发表的第一个论断 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分量 第二个邓普方强调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什么 要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那么这个清醒头脑就是提醒习近平 我们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没有那么多钱去送 你动不动搞一带一路给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国家都送钱 你动不动就出头动不动就摆谱啊 你要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本啊 当年邓小平是讲的是韬光扬灰闷声大发财 你为什么不坚持邓小平路线呢 这是指邓普方谈到底要保持清醒头脑 第三个邓普方是提醒习近平不存在什么大国决起东升西荡 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是智满义德了 我们要坚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邓小平路线的基本判断 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这么几天就建成的 不要认为现在国库有点银子了 我们社会主义就到头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年的阶段 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去建设的 哪有现在就已经是骄傲自满了呢 所以说邓普方讲的这一话每句话都自动了习近平 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他因为骗你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嘛 而邓普方是以邓家自居 以邓小平路线的起手自居 他通过这个残疾人大会上面就表达了他纪念邓小平路线 而反对习近平的这种大国冒进 什么大国崛起什么人类民意共同体 什么一带一路什么拿着全世界大傻逼 所以说邓普方不对习近平等于是全般否定 因此习近平现在更迫切的是需要羊毛一瞪了 也就是把毛泽东那套要抬出来 也就是我党是要实行终身制的 党的领袖永远没有错的 第二个邓小平的那个说法 我们现在提的不要提 习近平当时的目标已经瞄着了 他2022年的二十大的连任嘛 也就是习近平的恢复终身制 目的不就是为了自己连任嘛 那么现在你看他连任的目的达到了 问题是这边连任了那边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找不到了 这两个人物一下子仅仅几个月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把它反叛到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是哑巴吃荒脸嘛 他感觉到到处都是普里格金 普里格金的人影站在眼前每天都在晃动啊 网络上甚至都说火箭军司令李玉超是因为他准备用导弹 几回从南非参加竞争会议回国的习近平的坐机的 只不过呢这个消息呢走漏了是因为李玉超身边 他的一个情报参谋呢实际上是国安部的 这个人汇报以后习近平立马就改变了飞机航向 飞到了新疆没有按原定线路回北京 这样回来以后就把李玉超拿下 不管李玉超这种说法是传说还是别人杜撰还是小刀消息大家的吃瓜新闻 最起码是反映出很多人都希望习近平是能够早一点死于非命的 因此来讲习近平现在是内外交困 可以讲在国际上是受到不断的围堵 国内现在这个形势已经到了嘛 到了没有任何办法能挽回的 房地产这是一个标准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当房地产这张牌倒下 那银行百分之百倒下 地方债百分之百倒下 中央政府也没有钱了 那么最终就变成了没有钱的这个政府 拿什么东西来支付维稳 拿什么钱来支付他的国防 拿什么钱来保证他们这些高级官僚们的三公消费 当大家都没有钱时候 谁跟着你习近平干 那么没有人跟着你干时候 大家都躺平时候 习近平就是没人打 他也死了 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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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